好了啦,我是萨饼 下半天就让大家等太久了 上期说到 孟神成功追悔法器 也给了约翰最人道的惩罚 但做完这一切 他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满足感 反而觉得失去了目标 沉浸在迷茫和空虚中 他孤独地坐在公园长凳上 闷闷不乐地喂着鸽子 空中飞来一个足球 孟神精准接住 这时 远处走来一个酷酷的女孩子 看着和孟神年纪相仿 却是孟神的姐姐 无尽家族的死亡 死亡在家族中排行第二 每个人一生会见死亡两次 出生时 被死亡赋予生命的气息 生命消失时 死亡再次出现 释放死者肉体里的灵魂 死亡可以选择 护送灵魂前往适当的目的地 也可以把护送的任务 交给手下的各路死神 死亡和孟神一样 都喜欢哥特风装扮 他带着水滴状的十字张吊坠 一般被称作安卡 安卡是死亡的印记和生命的象征 里面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安卡也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符号 代表生命和生命相关的空气和水 被用作非洲文化认同 和哥特亚文化的象征 在埃及人的信仰中 生命是自然循环的周期性事件 人死意味着生命的更新 在艺术品中 安卡被举到国王的鼻子前 为国王提供了生命的气息 在漫画里 死亡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形象 眼睛下方有个纹身 有点类似荷鲁斯之眼 荷鲁斯之眼也是一个古埃及文化符号 传说有复活死者 洞察世间万物的力量 死亡乐观 善良 随和 谦逊 善于对人类共情 在无尽家族中 死亡充当着母亲的角色 和梦神关系最好 还会在合适的时候开导他 比如今天 死亡看出了弟弟的心事 特意来把他骂醒 不要变得和欲望一样差劲 为了不让梦神陷在阴谋中 死亡邀请他参观自己的工作 空中再次飞来一个足球 死亡同样精准接住 踢球的人惊呆了 怎么这两人一个比一个神 他的名字叫富兰克林 看到死亡的瞬间 他感觉自己恋爱了 想问他要联系方式 死亡却温柔地说 不要急 他们很快就能再见面的 姐弟俩的第一站 来到了小提亲手哈里的家 午后阳光正好 哈里坐在窗边 拉着舒伯特的曲子 见到死亡 哈里和其他人一样 不敢相信自己去世了 但死亡很温柔 让哈里很快接受了事实 走前 他请求死亡 给他一句话的时间 最后一次 向上帝耶和华祈祷 保佑他死后能上天堂 只见墙壁上投影出 一双巨大的翅膀 死亡完成了这次的任务 孟神问死亡 他是怎么做到 平静迎接每个人的离世 但对死亡来说 这只是本职工作而已 第一个生命出现时 他就已经在场 等到最后一个生命消逝 他也能平静地 把椅子抬到桌上 关灯离场 把宇宙的门锁上 他也怀疑过 觉得自己的工作 是整个家族最难的 因为没有人期待见到他 没有人想去无日之地 生与死 一开始都是新鲜事物 人类像接触 其他新东西那样 满滑热情地 面对生死 但慢慢地 人类对出生感到喜悦 却无法接受死亡 死亡花了很长时间 才弄明白 人类需要的 只是温暖的话语 和友善的面孔 就像他们出生时那样 死亡一边说着 一边迎接了一个 夭折的婴儿 出生和死亡 都是自然过程 人类不愿意 接受死亡的礼物 但他们最终 不得不独自面对 无日之地很遥远 大多数人都很开心 有朋友相伴 死亡的工作 就是牵着人类的手 送他们上路 不管是死亡 梦神 还是欲望神 他们一家人存在的原因 不是为了追求 本职工作以外的 目标和意义 而是为人类服务 死亡的一番话 让梦神想起了一些 自己早已遗忘的道理 现在他们要分开 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了 死亡要接走 今天的最后一个人 富兰克林 原来在踢球时 富兰克林不小心 跑到了马路上 不幸被车撞死 而梦神要赶去见一个人 有场约会 他已经迟到了很久很久 1389年 死亡把梦神 领到一个小酒馆 想让梦神接点地气 站在人类的角度 去看世界 而不是以神的角度 于是梦神 开始倾听人类说的 每一句话 这些话里藏着各个重大历史事件 包括英法百年战争 英国农民起义 法国大革命 印刷的发明 资本主义的兴起 贩卖黑奴 航运业的发展等等 这里就不一一拓展了 这时 一个叫加德林的男人 在酒馆里 对死亡高谈阔论 他认为 人之所以会死 是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 他才不要跟风 他要一直活下去 梦神听到这话 向死亡打赌说 如果加德林得到永生 估计过不了一个世纪 他就会厌倦活着 为了验证结果 死亡赐予了加德林 不死之身 然后梦神和他约定 一百年后回来 再在这酒馆里见面 到时候加德林要告诉他 长生不老是什么滋味 1489年 加德林活了一百多岁 他觉得 活着的感觉太奇妙了 但同时 他有满肚子一问 为什么自己还没死 这是一场骗局 还是他和恶魔 做了什么交易 加德林问了梦神 好多好多问题 梦神都没有回答 只是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 每个一百年和自己见一面 告诉他 活着是什么滋味 这些年都干了什么就好 加德林的生活 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大部分时间都在当兵 没仗可打 就去做做土匪 但最近 他开始从事一个新行业 印刷 虽然这个活又脏又累 但有事做 总比埋在地下腐烂要好 1589年 加德林换了身行头 点了满 捉大鱼大肉 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也不和人分享 他的理念就是这样 人生虚尽欢 只往高处走 加德林向梦神诉说自己的经历 这些年 他靠印刷赚了点钱 然后 把钱投到了造船事业里 购置了房地产 向国王捐了一大笔黄金 然后 获得了绝世封号 还花重金 邀请女王到家里 一日游 最重要的是 加德林还娶妻生子了 但梦神并没有听他的炫耀 因为一个 叫威廉莎士比亚的男人 引起了他的注意 莎士比亚是搞戏剧创作的 写得很烂 要通过作品 创造新的梦想来激励人 梦神很感兴趣 扔下加德林 把莎士比亚叫出去私聊 加德林感觉吃醋了 满洲豪酒好肉 顿时索然无味 在漫画睡魔梦香中 有一则独立故事 仲夏夜之梦 讲述了梦神和莎士比亚的合作 梦神赐予莎士比亚创作灵感 但要求莎士比亚 为自己创作两部作品 其中一部就是仲夏夜之梦 1689年 百年前富得流油的加德林 如今竟沦落成了一个乞丐 他没了黄金 没了土地 失去了妻子和儿子 还因为忘记更换身份 被人误会为 是知晓不老法术的巫师 差点被淹死 过去80年 对加德林来说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糟糕的 尽管如此痛苦 加德林却依然想活着 此时酒馆二楼 有一个画家 听到了梦神和加德林的交谈 把这一幕画了下来 1789年 加德林东山再起 这百年来 他主要从事航运 把英国的棉制品运去非洲 换取一船黑奴 再运到大西洋售卖 然后载着未加工的棉花 烟草和糖回到英国 两人刚认识的时候 梦神告诉加德林 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现在听着贩卖黑奴的事 梦神一改绝不干涉的态度 对加德林说 一个人奴隶另一个人 是一件可悲的事 建议加德林找别的事情做 这时 康斯坦丁的祖先 约翰娜·康斯坦丁 带着两名壮汉走到两人面前 说有人在一百年前画了一张画像 之后谣言四起 传闻魔鬼和一个流浪的犹太人 每隔一个世纪都会在酒馆见面 约翰娜怀疑 魔鬼有能力让人长生不老 这次来找茬 就是来勒索点好处的 就在约翰娜准备动手的时候 梦神向他吹了一捧沙子 让他看到了自己认识的灵魂 加德林的故事来源于 13世纪欧洲的一则民间传说 流浪的犹太人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一个犹太人路过 开始嘲弄起耶稣来 之后他就被诅咒在地球上行走 直到耶稣第二次降临人间 从此犹太人成了不死之人 在传说中 犹太人有着不同的身份 邪将 商人 或是庄园门卫 和加德林的设定一样 随着时代的改变 身份一直在转变 据说每隔一百年 犹太人就会回到三十岁的样子 仿佛人生重启 和加德林的经历一样 1889年 一个名叫路的战监女 向孟神讨要酒钱 还提到了当时令整个伦敦 闻风丧胆的开堂守杰克 所以路非常害怕陌生人 又怕又不得不出来讨生活 加德林替孟神把路打发走 本来想介绍下路的经历 没想到 孟神知道的远比自己多 加德林很好奇 孟神似乎无所不知 对约翰娜·康斯坦丁也是这样 提起约翰娜 孟神说 自己之前还见过他一面 拜托他帮忙办了一件事 在剧里孟神没说具体是什么事 漫画却专门画了一期 孟神有个独子厄尔夫斯 是他和谬斯女神卡丽娥佩所生 厄尔夫斯和妻子尤利迪斯结婚那天 妻子不幸被蛇咬死 厄尔夫斯追到了冥界 也无法去回爱人 于是整天郁郁寡欢 还被几个疯狂的女人撕咬成了碎片 只有头颅完好无损 并且存活了下来 孟神想要救儿子 但不方便出面 只能委托约翰娜帮忙把头颅找回来 这是500年前 孟神第一次向加德林谈起自己的事 孟神的改变让加德林弄懂了 他们见面的原因 加德林是不会寻死的 这一点孟神早就确信无疑了 然而他选择继续来酒馆 是因为他太孤独了 想要一段友谊 加德林活了数百年 也渐渐明白了 一段难得的友谊 是比权势财富要珍贵很多的 加德林的真挚表白 在孟神看来居然是一种冒犯 普通凡人怎敢与高贵的无尽谈友情 或许是愤怒 或许是被说穿了心事 孟神选择了转身离开 中断了百年一次的会面 加德林追了出去 说一百年后 他还会在这里等着 如果孟神来了 就说明他们是朋友 1989年 加德林如约来到酒馆 但他等了一整天 也没等来孟神 因为当时 孟神正被囚禁在伯格斯的地牢里 今天 孟神特意赶来酒馆 赴1989年的约 虽然原酒馆已经拆了 但有一条画出来的标志 一直通向了新地址 这是加德林给孟神留的提示 孟神果真在新酒馆找到了加德林 此时 加德林已经成为了酒馆的老板 孟神向加德林道歉 因为这场约会迟到了几十年 更因为人们常说 让朋友久等 是不礼貌的 欲望的领地入口 有一个巨大的神像 神像中央 跳动着一颗 有血有肉的心脏 欲望亲吻着双胞胎妹妹绝望的戒指 说他们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哥哥孟神逃脱了牢笼 但现在他已经有了新的计划 欲望就是无尽妻子里的老三 他有着雌雄同体的外表 金色的眼珠 谁看谁迷糊的盛世美颜 欲望和孟神的关系特别差 所以欲望想要搞点事情 来对付孟神 这就是下一个故事的内容了 每一位无尽的领地里 都有一个画廊 里面摆放着家族成员的印记 无尽可以用印记呼叫对方 就好像打电话一样 但他们的电话更高级一些 可以让对方瞬间移动到自己面前 在欲望的领地里 从左到右 分别摆放着大哥命运的书 死亡的十字章 梦神的头盔 绝望的钩子戒指 沾望的彩色漩涡 唯独中间有一个空的位置 那里本应该放毁灭的剑 因为毁灭罢工了 没人能联系上他 欲望用钩子戒指召唤来了绝望 如果只从外星看 没人能猜到 他们居然是双胞胎 绝望是一个矮胖的女人 喜欢用钩子戒指刮自己的肉 两人这次会面 是为了密谋 怎么陷害梦神的 这又得牵扯到 无尽家族里的密文 三个最小的兄弟姐妹 都不喜欢梦神 他们觉得梦神太自大了 总以为觉得 梦境要比其他领域优越 所以要给梦神点教训 让他知道梦 不过是欲望和绝望的写照 双胞胎此前已经干了很多次 纳达和梦神的决裂 是他们引导的 伯格斯能抓住梦神 也是他们的安排 这次两人又有了个新招数 一个新的漩涡诞生了 得来全部费功夫 漩涡是梦神 每隔一个时代 都会出现的灾难 出现的原因 连无尽都不知道 漩涡能出现在别人的梦里 也能把凡人的梦 吸在一起 当无数做梦的人 被困在同一个梦里的时候 梦会自行崩溃 摧毁所有人的私下 破坏梦境领域 甚至会毁灭现实世界 梦神有很多敌人 但他最怕的还得是漩涡 新的漩涡是一个女孩 名叫罗斯沃克 今年21岁了 看起来却像个小孩 这不仅是因为他身材娇小 还因为他在漫画里的设定就是 当漩涡的力量被唤醒后 罗斯衰老的速度就开始变得缓慢 所以才能在21岁时 还保持着少女的容貌 罗斯的母亲得了癌症刚去世 现在只剩自己了 但其实他还有亲人 6年前他父母离异 罗斯跟了母亲 父亲带走了弟弟杰德 但父亲是个人渣 离开后就彻底断了联系 不仅不让母女俩探望杰德 连抚养费也不给了 如今母亲离世 罗斯也已经成年 他最想做的就是把弟弟找回来 但罗斯很穷 母亲给罗斯留了套公寓 但那就是全部了 刚好这时出现了这么个机会 英国有家基金会 邀请罗斯去做一次家族访谈 包鸡包酒 连续7天 每天给250美元津贴 正好解决了罗斯的燃眉之急 虽然没了亲人 但罗斯和左邻右里的关系特别好 陪他一起去英国的 就是楼上的邻居莱塔 离开期间 朋友卡尔来帮忙看家 事实上 他和第五集里的朱迪还是好朋友 说起莱塔 其实他的经历也很悲惨 他和丈夫赫克托住一起 罗斯母亲生病后 罗斯和他们变得亲近起来 按他们的说法 夫妻俩基本是把罗斯收养了 但一年前 赫克托因为一场车祸去世 硬生生拆散了这对神仙眷侣 莱塔和赫克多是大学建筑系同学 毕业后一起创业 也有了一番成就 无奈造化弄人 一年了 莱塔停止了悲伤 但她还是没能走出来 经常在梦里和死去的丈夫对话 莱塔渐渐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正常 莱塔的全名叫莱塔霍尔 霍尔这个丈夫的姓 很好地隐藏了莱塔的真实身份 在结婚之前 莱塔的姓是特雷福 老迪西迷可能会有印象 其实莱塔是神奇女侠 戴安娜和史蒂夫特雷福的独生女 她在古亚马逊和现代美国的混合文化中长大 并且继承了神奇女侠的权力和力量 在这一集最开始 罗斯和弟弟杰德的房间里 也有神奇女侠的玩偶 是剧里设置的一个小彩蛋 而莱塔死去的丈夫 赫克托霍尔 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他是DC黄金时代的英雄 英侠和英女的儿子 不过电视剧把两人平民化了 只交代了他们是建筑师 一起合伙创业的身份 关于赫克托霍尔 我们会随着剧情的发展 结合漫画深入介绍 再看到梦境 梦神回来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良好运营 走散的阿卡纳们都搬了回来 人口甚至还涨了不少 路心安全部清点后 发现有三位重要的阿卡纳失踪了 一个名叫高特的梦魇 一块绿地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柯林斯 在梦境里 一共有11,066个大阿卡纳 无法估量的小阿卡纳 漫画里并没有对大小阿卡纳 下明确的定义 但因为大小阿卡纳的概念 来源于塔摩牌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塔罗牌 去猜测两者的区别 塔罗牌里 大阿卡纳象征着人生教训 道路上的转折点 或者是自身的能力 小阿卡纳暗示微妙的细节 和日常的见解 所以在梦境里 大阿卡纳应该是那些 可以影响做梦人的角色 比如好梦和梦魇 如果任其发展 会给梦境和现实带来灾难 距离完全没有cue到小阿卡纳 没有人知道小阿卡纳都有谁 估计是组成梦的细枝末节吧 三个失踪的阿卡纳 并不是最让梦神头疼的 而是最近出现了新的漩涡 能不能将危险扼杀于墙堡中 还真不行 因为无尽家族 有条死板禁令 梦神不能对尚未构成 危险的做梦者出手 除非他们变成了漩涡 对现实和梦境产生危险 梦神才有义务动手 但梦神有个绝妙的主意 可以利用这段尴尬期 因为漩涡会把所有人的梦 吸引到自己的梦里来 他们只需要守着罗斯 自然就能找到那三个再逃的阿卡纳 为此梦神派出乌鸦马修 去监视现实世界里的罗斯 经过一番跋涉 罗斯和莱塔终于来到了伦敦 奇怪的是 基金会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公司 而是一家普通的养老院 一个叫侯德维的律师迎接了两人 把他们带到了一个老妇人面前 老妇人名叫尤尼蒂金凯德 这个名字在前面的剧情一晃而过 正是百年前得了嗜睡症的其中一个女孩 那年尤尼蒂十二岁 刚过完生日就陷入了沉睡中 直到八个月前才醒来 在梦里 她度过了完整的一生 她继承了父亲的生意 遇到了一个有着金色眼睛的男人 还生了个孩子 但这都只发生在了梦里 除了那个小孩 医生把这件事当成丑闻掩盖了起来 直到律师侯德维发现 当年的婴儿被一户好心人家收养 长大后又生了个女儿 就是罗斯的母亲 所以尤尼蒂是罗斯的曾祖母 所谓基金会 不过是尤尼蒂想见曾孙女 编造出来的一个善意谎言 亲人经历百年的磨难后 终于团聚 大家都是眼睛湿湿的 这段时间发生了另一件事 一群连环杀手们打算开集会 集会最重要的就是开场嘉宾 嘉宾越重磅 来的人就越多 但今年的嘉宾 顾佳南终于出了意外 导致这个重要位置一下空了出来 还能找谁替代 组委会三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这里又有个和DC联动的彩蛋 顾佳南出自漫画 《康斯坦丁地狱神探》 是一个隐藏身份 十几年的连环杀人凶手 他杀死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父母 也曾经杀死过康斯坦丁的父亲 之所以那么多年逍遥法外 是因为他成为了一名警察 来掩饰自己的凶手身份 后来顾佳南被康斯坦丁杀死了 所以今年的集会 组委会想要找另一个开场嘉宾 顾佳南已经是传奇了 要找替代 只能是传奇中的传奇 谁 居然是梦魇·克林斯 原来这一百年间 克林斯激励了无数人 走上了连环杀手这条路 说他是开山鼻祖 一点都不过分 更难能可贵的是 这么个名声传遍江湖的人物 直到今天还活跃在一线 看这就是他上周在纽约的作品 组委会三人也都是狠人 老大宁禄也是集会的创始人 是一名非常成功的牙医 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 对女人感到非常恐惧 通过不停地杀人 把受害者的肢体 塞满了家里的四个冷藏柜 宁禄才克服了自己的恐惧 他的技能是在五分钟之内 对任何动物剔骨 取出内脏剪裁逢街 胖子叫开心乐园 是一个专门以儿童为目标的连环杀手 把虐待叫做玩耍 喜欢在游乐园绑架走丢的儿童 他有一种让孩子一看到就想笑的魅力 开心乐园的形象 是头上戴着一个类似米奇的帽子 身穿一件大灰狼的T恤 剩下一个女人带号好医生 专门用手术刀杀人 其他的信息较少 那怎么联系上克林斯呢 发邮件太傻了 三人组想了个奇招 根据他们对连环杀手的了解 这群人是寂寞的 同样也是骄傲的 如果出现了模仿者 连环杀手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男人找出来 然后确保他再也没办法模仿自己 所以他们这招很险 险在只能让克林斯找到他们 又不能让克林斯起杀心 说话间好医生回来了 手里还多了对新鲜的眼球 信号发出去了 不久后 克林斯为了找到克制梦境的漩涡 跑到了罗斯家 却和看家的朋友卡尔滚上了床单 刚好看到新闻头条 连环杀人魔 克林斯又作案了 克林斯又怒又笑 直接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表示愿意参加展会 另一边 罗斯在储物间里遇见了三女神 被提醒要注意梦 注意房子 注意克林斯 杰德和莫菲斯 可话没说完 就被莱塔打断了 尤尼蒂和罗斯认了亲 下一步就是找回另一个选亲 杰德 但在这个问题上 罗斯犯了难 因为他没钱 不得不说 罗斯还是格局小了 尤尼蒂举起手边咖啡的糖包 问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罗斯小心翼回答 科技与狠活 尤尼蒂得意地哼出了声 这是他们金凯德家族的品牌 这辈子都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 罗斯的人生路逐渐开启挂来 果然是按爽文写的 得到了赞助 罗斯和莱塔回到了 佟宁小镇加州的肯尼蒂角 然后找了家民宿赞助 这家民宿可谓是藏龙卧虎 每位住客都有故事 首先出场的是一堆情侣 肯和巴比 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名字很尴尬 第二对是两个 哥特风格打扮的女孩 他们有着东海岸 最大规模的毛绒蜘蛛藏品 但两人间的关系是什么 姐妹 母女 还是情侣 没有人知道 最后是住在阁楼的 葛伯特 经常关在房间里看书 但不用担心 是个好人 这栋房子里没有秘密 大家在一起 就是个古怪又幸福的大家庭 但他们的故事要等到后面了 群青二人组 找到了收养中心的寄养代理人 因为他们的生父去世了 美国法律规定 被收养的孩子受到保护 为了保障孩子稳定成长 即便是血亲 也不能随意打扰 所以 罗斯等于白跑了一趟 代理人只问了他一个问题 见到弟弟 然后呢 有能力养活他吗 能给他买得起医保吗 明明就有啊 但罗斯硬是回答不上来 因为他认为 家族的钱是家族的 哪怕用途是接回失散多年的弟弟 也不行 代理人见罗斯寻地心切 就在法律范围内 透露了点信息 觉得是被生父的朋友领养的 每个月领800块的政府援助 所以生活肯定没问题 煞雨而归 祝客们晚上要去参加房东的表演 原来 他的兴趣是扮装皇后 罗斯和莱塔也被邀请了 表演过程就是唱唱跳跳 好不好不懂评价 感觉罗斯表情也挺尴尬 刚好 由你弟打来电话 罗斯就去后巷接了 结果 两个混混帽出来要抢劫他 这时 一个中年男人出现解围 一口英式口音 打扮成身世侦探的样子 还从拐杖里拔出一把剑 但罗斯似乎本身也会武功 三两下把混混赶跑 闲聊得知 非常巧老绅士就是住在阁楼的邻居 葛伯特 马修带着罗斯的信息回到梦境 知道了他要找弟弟杰德 奇怪的是 洛西安也不知道杰德在哪 一般来说 人都要做梦 就算白天找不到 晚上总会出现在梦境的 唯一解释就是 有人把杰德和梦境的联系切断了 更巧的是 杰德失踪前最后一个梦 出现了噩梦高特 为什么梦魇高特会缠上杰德呢 罗西安猜测 因为他是漩涡的弟弟 罗斯居然直愣愣地出现在了梦神宫殿 可见他能力之强大 而且他对此毫无意识 但梦神并没有赶他走 因为两人有着共同目标 找到杰德和梦魇高特 这一切都需要用到罗斯的能力 他既然能找到梦神 那找到杰德也不会是件难事 两人商量好分头行事 清醒时 罗斯在县市继续找肉身 马修会看着他 随时提供帮助 入夜后 梦神和罗斯会合一起出发 在梦境里找灵魂 镜头一转 我们终于看到了八年后长大的杰德 他的情况非常不好 正在逃离养父巴纳比的魔爪 养母知情 但迫于丈夫的淫威 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白天受尽虐待 梦是杰德唯一放松的地方 他在里面扮演起了超级英雄 睡魔 不仅如此 他还有个助手 母亲 但其实是高特易容假扮的 并不是高特有什么阴谋 而是他实在太心疼杰德这个孩子了 像单元剧一样 他们每晚出任务打坏人 但今晚 下水道涌出了无数老鼠 爬满了杰德身上 杰德被吓醒 原来真有老鼠 把他手指都咬出了血 上次被抓回来后 养父巴纳比为了惩罚 把他关进了地下室 罗斯打印了很多寻人启事 房客们自发要帮忙张贴 全部人都醒了 唯独莱塔睡了个懒觉 原来这段时间 莱塔一直在梦里和老公约会 可以肯定的是 两人都意识到了异常 像梦 活人和死人重聚了 又不像梦 因为莱塔醒后 赫克多并没有消失 还能去工作 健身 做饭 过自己的日常 莱塔问他做什么工作 这本来是个惊喜 但既然莱塔问到了 赫克多就带他来到了门外 一片绿荫草地上 有一栋特别有设计感的房子 按自己的心意建一栋房子 是两人一直以来的梦想 在这里终于实现了 走进房子 里面所有细节都很丰满 甚至还有间有特殊含义的房子 婴儿房 两人以前最大的梦想 就是有个自己的孩子 赫克多趁机提议 既然这个梦境那么真实 不然就留在这里 和他在一起 不要回去了 莱塔很想这么做 但梦终究是要醒的 莱塔醒后 找到了寄养代理人 为昨天的鲁莽道歉 顺便问问 他们有没有定期做回法 代理人被打动了 虽然不能说 但他决定自己去看看杰德 面对代理人的突然到访 巴纳比一家慌了 他们只能把杰德从地下室叫上来 威胁他一定要听话 不然后果很惨 巴纳比这么讨厌杰德 为什么还要把他留在家里呢 原因只有一个 征服每个月800块的补贴 杰德一走 他就没有收入了 另一边 罗斯和房东去发传单 看到了跟踪的马修 悄悄搭话 镜头远处出现了克林斯的身影 原来他为了找罗斯 一路跟来了肯尼底角 但在看到乌鸦的瞬间 他整个人都给吓缩了 梦神在的地方 他可不敢造次 但他留意到了房东 一番调情 从房东手上拿走了传单 这回他才了解到了核心矛盾所在 寻找杰德 代理人来做家访 在巴纳比的淫威下 一家人都装出了团结有爱 欣欣向荣的景象 杰德写了张救命的小纸条 捏在手心 还没找到给代理人的机会 就被巴纳比笑容可掬的 请进了房间 难道就这样放弃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 杰德不甘心 他决定拼一把 突兀地回头 给了代理人一个拥抱 顺势把纸条扔进了包里 两个大人惊呆了 这么明显的动作 真把别人当傻子吗 家访结束 代理人回到办公室 正要打开包包 一个不速之客闯进来 就是克林斯 对罗斯莱塔来说 法律和代理人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但对于连环杀人犯来说 哪有那么多顾忌 最后克林斯把代理人残忍虐杀了 一边吃着眼球 一边翻出了杰德的全部资料 今晚 罗斯做了个梦的串烧 他先是梦到了房东 在百老汇的舞台大放异彩 只见他摘掉头套 又摘掉了头皮 问观众想不想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而观众也是房东 没化妆 没穿衣服 躺在床上 然后他一抬头 很好奇 罗斯怎么会出现在自己梦里 房东的梦 反映了他和自己的身份斗争 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表现得很有爱心 也很幽默 剧里面他有个百老汇的梦 但郁郁不得志 在漫画里 漩涡发生后的四年中 他的演艺生涯开始腾飞 发行CD 表演喜剧 还上了脱口秀 然后他的性格慢慢发生变化 变得傲慢 痛苦 又喜欢妈妈咧咧 罗斯吓得赶紧逃跑 打开门进入另一个空间 又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莱塔正在和老公 在沙发上激情又澎湃 莱塔也看到了他 罗斯只能再跑 走进了一个演讲会场 是蜘蛛姐妹中的香塔 梦想自己在国会图书馆里 向台下的听众 讲述自己爱上了一个句子的故事 不停闯入朋友们内心最阴暗的角落 罗斯简直羞愧难当 好不容易来到户外 又看到肯 梦到自己出轨了别的女人 没穿衣服 在街上肯求巴比的原谅 罗斯自己都无语了 这时梦神出现在旁边 罗斯问 为什么他会在梦里看见这些东西 梦神解释 因为漩涡的其中一项能力 就是把别人的梦拉进自己的梦里 如果他能认清自己的路 就能在无数的梦里 找到他想要去的地方 罗斯静下心来 推开门 这次他们来到了巴比的梦 巴比的梦向纳尼亚传奇 他穿着公主裙 身旁是一只陆地海狮 手里还拿着一块魔法宝石 那是梦神的其中一块梦石 玫瑰石巾 也叫做波蓬丁 巴比的梦对应原著 睡魔第36卷 一场游戏 一场梦 巴比的童年沉闷又无趣 只能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创造故事来取悦自己 巴比常常梦想 自己是一个奇幻岛上的公主 受到一群拟人动物的保护和爱戴 比如路地海斯 马丁 腾伯恩斯 梦里还有一个大反派 杜鹃 其实杜鹃是一只 被困在童年巴比梦中的生物 那群拟人动物 也只是他卧室里的公仔 但岛屿是真实存在于梦境中的 是梦神创造出来给前前前前前女友 阿里亚诺拉住的地方 这一段虐恋 我们会在后面补充 杜鹃想要逃脱巴比的梦境 到更多人的梦里去产卵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杜鹃必须摧毁巴比梦中的岛屿 必须要使轨迹 引诱巴比 打碎维持岛屿的梦石 拨棚丁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巴比的梦境里会出现梦神的石头 继续往下走 他们来到了蜘蛛姐妹中的 泽达的哥特梦 泽达被家人赶出来 没有人要她 她来到墓地 在那里找到了香塔 两人的关系在漫画中有详细解释 泽达还是个小女孩时 对墓地 头骨和蜘蛛 有着病态的迷恋 母亲觉得非常恶心 就把她赶出了家门 泽达总是保持沉默 来掩盖自己口吃的事实 泽达邂逅了香塔 发现和对方有着共同的爱好 是难得的灵魂伴侣 和泽达的口吃不同 香塔总是开口说话的那一个 而且喜欢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 就像梦里的那句 我和一个巨子在恋爱一样抽下 前面有说不知道两人的关系 其实他俩是一对CP 罗斯问 泽达是不是迷路了 梦神说 在梦里大多数人都会回家 这个词提醒了罗斯 再次推开门 场景变成了他们童年的房子 果然 他们找到了杰德的梦 梦神的脸出现在了高特的监控里 他瞬间丧失了反抗的力气 告诉杰德 这是他们遇到最强劲的敌人 他要把杰德带走 而且 这市场只能由高特自己来打的仗 杰德说不行 不由分说 拿出纱带传送到了地面 杰德出现在罗斯和梦神面前 说自己是睡魔 睡眠守护者 还是梦境统治者 梦神看到有人cosplay自己 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时高特也来了 看到他的瞬间 罗斯脱口而出 杰德这才认得 眼前这人是姐姐 姐弟相认非常开心 但梦神一回首 还原了高特本来的样子 杰德很生气 以为梦神对妈妈做了什么 但时间不多 罗斯提醒他 这是梦 让他尽可能给出多点信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杰德给出了些零碎的信息 巴纳比威胁要打断自己的骨头 住在什么家园里 还没来得及说更多 梦神再一回首 结束了这场梦 他的目的只是找回高特而已 杰德在地下室里 大叫着惊醒过来 巴纳比一听就来气 抽出皮带就要教训他 但这时门铃响了 再看到来他 激情过后 他居然在梦里睡了一觉 醒来时惊喜还在继续 莱塔发现自己怀了孩子 视觉上看至少有三个月了 罗斯根据杰德的直言片语 找到了他们的确切位置 他来不及等莱塔 自己就跑了过去 只是莱塔也不敢出门 因为在现实世界里 他的肚子也鼓了起来 梦境宫殿里 梦神对高特进行了审判 高特辩解 自己是出于好心 因为杰德在现实世界受到了虐待 梦神说 即便这样 人也不能活在梦境里 他会没有人生 也丧失了过自己人生的机会 一个孩子正在遭受虐待 不能成为高特 满足自己统治欲的借口 高特摇头 他不想统治任何东西 他只想成为一个梦 而不是梦魇 想给人启迪 而不是恐惧 梦神说 他们因为特定的目的 被创造出来 有特定的使命要完成 特定的责任要履行 即便是自己也没得选 这时 高特大胆地指出梦神的问题 是梦神不愿改变 所有阿卡纳都害怕他 所以不敢明说 梦神怒了 梦魇的存在 是为了能让作梦者 勇敢起来 直面恐惧 所以他把高特判罚 进黑暗千年 让他好好反省 重新学会什么是恐惧 消失时 高特昂熟挺胸 留下最后一句话 高特是电视剧 创造出来的新角色 原型在漫画里 是两个梦魇 布鲁特和格洛布的结合 两个梦魇 想要创造自己版本的梦神 以此控制整个梦境 于是利用杰德的梦想 隔断出一个只存在杰德脑海中的梦境维度 在梦神被囚禁的期间 让死去的赫克托霍尔冒充梦神 后来真梦神回归 把布鲁特和格洛布放逐到了黑暗之中 至于赫克托霍尔的结局 还要接着往下看 看路西安一直沉默不语 梦神问他是不是对自己的判法有意见 路西安犹豫了一下 直说 最开始梦神也不是让自己当图书管理员的 这话还是在挑战权威 梦神让他继续当图书管理员 管好自己 以后别再过问其他事 路西安最早的时候的确不是图书管理员 而是梦神的第一只乌鸦 在漫画里 路西安是个高个销售的男性角色 他的标志性特征是有一双尖耳朵 是梦神最值得信赖的仆人 杰德从地下室出来 巴纳比不见了 却看到克林斯一脸笑意的和自己打招呼 还解释是罗斯派他来的 杰德瞬间就信了 坐上了他的敞篷跑车 等罗斯赶到地址 警察已经围起了警戒线 罗斯紧张地问死者中有没有孩子 警察却说只有两个成年人 莱塔怀孕的是传开了 但这并不是很难理解的事 因为炫悟的特点 就是削弱现实与梦境的边界 所以梦境里发生的事 在罗斯的驾驶下就能被带进现实 随着时间推移 这样的事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克林斯把杰德接走了 两人相处得还不错 他们没有马上和罗斯联系 因为克林斯想先去参加连环杀人展会 杰德问起了救命恩人的名字 克林斯当然不会说 反问他一个现象 发现没有 当别人喊自己名字的时候 往往意味着有坏事发生 这样杰德想起了巴纳比 顿时觉得有道理也不再问了 罗斯向莱塔解释了他怀孕的原理 正为自己闯得祸道歉 莱塔却很喜欢 说这就是他想要的 而且他打算搬到梦里 和赫克托一起 再也不回来了 这时罗斯接到克林斯的电话 让他来皇家帝国酒店 把杰德接走 这里是卖片展会的举办地点 卖片和连环的翻译很像 看来杀手们取了个 掩人耳目的谐音梗 罗斯马上出发 没让莱特和自己去 杰德以为 这真的是个卖片展会 很开心 会场里的每个参与者 都用了加密通话 仔细听全都和暴力有关 可杰德没意识到 欢天喜地地走进了狼窝里 被开心乐园看上了 克林斯知道 开心乐园是什么尿性 打断了两人刚染起来的小火苗 话里话外警告开心乐园 杰德是自己的人 别动歪主意 最后 罗斯是在葛伯特的陪伴下出发的 葛伯特坚持要护他一程 和老人家同行有个特点 就是聊的每个话题都像在上课 葛伯特说 自己旅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有一天回去的时候 能用不同的眼光重新看待故土 人终究是要回家的 罗斯被葛伯特聊得昏昏欲睡 而当他闭上眼时 梦境就出事了 梦境发生了一场地震 居然梦神宫殿都受到了损伤 梦境的修复工 莫文南瓜头想来报告 看到梦神 马上又说没事了 他是来找路西安的 梦神这才意识到 梦境居民有事 第一时间找的是路西安 而梦境大部分时间 确实是路西安在实际管理 梦境有些不爽 说自己一定会查清地震的源头 莫文南瓜头 是梦境的开门人和守护工 负责建造 维护和拆除工作 以南瓜为头 身体类似于稻草人 漫画唤醒揭露了梦文过去的化身 很久很久以前 欧洲并没有南瓜 所以当时 梦文的头部还是一根萝卜 梦神来到图书馆找路西安 他并不生路西安的气 相反 他是来道歉的 他一定要把地震问题处理妥当 而这需要路西安的帮助 路西安指出了梦神的错误思想 他想等罗斯 把剩下两个失踪的阿卡纳吸引过来 但在这个过程中 梦境受到的破坏就越来越大 另一边 为了保证节的安全 克林斯让他在房间里吃零食 看电视 正好播的是DC的动画片 静电侠 不要乱跑 这样他就能安心去参加聚会了 但觉得从来就不是一个傻听话的孩子 克林斯一转身 他也流了出去 大会正式开始 主席宁路做了开场致辞 宣布克林斯作为今年的主嘉宾 掌声雷动 然后立下规矩 不准使用真名 不准在掌会期间杀人 任何动作都得等离开会场 300公里以后才能开始 罗斯在梦境里找到了莱塔 这时他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还说自己在梦里待了几个月 而现实世界仅仅只过了两个小时 莱塔带罗斯参观他们的新家 刚进门 梦神却已经在了 赫克多一脸严肃 原来梦神带来了坏消息 鬼魂不能躲在梦境里 那是在逃避命运 赫克多必须去到王者的终点 梦神最后的仁慈 就是给两人一个道别的机会 莱塔反应很激烈 他不敢想象 再次失去丈夫的痛苦 大骂起梦神来 道别的机会就这样浪费了 梦神挥挥手 赫克多消散在空气中 但事情还没完 莱塔肚子里的孩子 在梦境孕育 就是属于梦神的 现在 莱塔可以拥有它 但总有一天 梦神会来带走孩子 然后梦神再次挥手 结束了莱塔的梦 梦神对莱塔的冷酷无情 被漫画迷门称为 梦神做过的 十件最糟糕的事情之一 是后面故事中的阴 也是一颗随时会爆发的定时炸弹 因为莱塔会为了保护孩子 求助复仇女神 最后引发了梦神死亡事件 然而 罗斯居然跟回了梦神宫殿 警告梦神 不准再靠近他和他的朋友 甚至对梦神宣布 这个梦神已经结束了 惊醒过来 他们已经到了酒店 克林斯正享受着小圈子社交 他发现了个有意思的人 恶乌 两人很早就看对眼了 唯独有个问题 这人是假冒的 真正的恶乌 三年前就死了 这里 睡魔又悄悄地和沼泽怪物 联动了一下 恶乌是沼泽怪物里的 一个连环杀手 杀害了165人 恶乌被沼泽怪物发现后 在逃跑的过程中 掉进了泥里 沉到了土地下面 逆亡 在他死的过程中 所有受害者的灵魂 都来折磨他 调查发现 假恶乌是个伯克携手 专做连环杀人魔题材 也是克林斯的死忠粉 既然不是圈子里的人 约定就不做数了 组委会邀请克林斯 要不要亲自动手 把这个人收割掉 与此同时 罗斯和葛伯特 也混进了会场 在罗斯找弟弟的时候 葛伯特到处闲逛 越逛越发现不对劲 会场里的人 不仅完全没在聊卖片 而且聊的话题 最后都会回归到暴力上 接下来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会场里的连环杀手们 都是些只出场了 一次的小配角 对接下来的剧情 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听着玩玩就行 葛伯特逛的第一个会场 是有利可图 演讲嘉宾分别是 你好小女孩 唱诗般男孩和腐肉 她们以勒索赎金而杀人为名 而当婊子还要立牌法 当杀手肯定不能承认 自己为了低俗的金钱 而是因为热爱艺术 因为内心的呼唤 第二个是女性连环杀人专场 嘉宾草地寡妇 分享自己 利用性诱杀人的方法 而美国神话很反对这一点 她提倡用智慧 充分的准备或者暴力 走廊遇见的是憎恨人类 包括自己 并且淹死171人的 茶水男孩 和专杀手术前的变性人的 鉴赏家 第三个专场是宗教 嘉宾是阿多奈 她自诩为正义的神 在天堂里 给受害者提供了一个 崭新的生活 中间那位臭脸的是上帝之锤 认为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 用锤子为主效力 然后是低唱者 特点是自己给自己唱歌 认为杀人是上帝的旨意 总之 就是一群打着宗教名义的 连环杀人饭 会场外还有一些 零零散散的来宾 比如碎纸鸡 她走上杀人的路 是因为她爸订阅了花花公子 她经常躲在卫生间里看 看完以后又很内疚 于是把杂质撕成碎片 长大后 她和女人同床 发现体验感很糟 于是把女人也撕成了碎片 葛伯特看到了柯林斯 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她认得柯林斯 但柯林斯好像并不认得她 葛伯特在前台给罗斯留了信 头也不回地逃离了酒店 看到这里大家也猜到 葛伯特身份肯定不一般 事实上 她就是失踪的大阿卡纳之一 提心守着绿地 她回来瞎梦神报告 柯林斯在人间建立了一个邪教 崇拜者们都以杀人为乐 严重危害了世界 而且柯林斯现在已经找到了罗斯 如果他们联手 世界肯定要被毁灭 酒店里 柯林斯已经把粉丝 骗到了一难角落里 粉丝还以为自己有咽喻了 没想到来的还不止一个人 粉丝感觉气氛不对 联邦辩解说自己想入圈 抱着一颗朝圣的心来的 三个连环杀手就说 那好 我们一个个家里 刚要动手 杰德突然闯进来 看到了一切 柯林斯只能追 慌张逃跑中 杰德被开心乐园截住了 开心乐园心一横 就要把杰德带回自己房间 怎么解 这时罗斯很巧的出现了 几分钟前 他想给前台发张杰德的照片 却被告知 有人用自己的名字 在这里定了间房 罗斯来到房门口 正好看到走廊上的杰德 和紧张的到处找房卡的 开心乐园 姐弟在真实世界中 开心相认 倒是开心乐园 不开心了 到手的鸭子居然要跑 只见他胸向毕露 追着姐弟俩 感觉要生吞了他们 两人被追到角落 无处可逃 又是紧要关头 柯林斯出现了 柯林斯救下了两姐弟 他一改往日的恐怖 对罗斯变得异常真诚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他想和罗斯联手 打倒梦神 罗斯犹豫起来 柯林斯也不逼他 因为还有15分钟 自己的演讲就要开始了 结束后回来 如果罗斯答应联手 就开门 不答应的话 他自己走就是了 演讲台上 柯林斯环顾台下一众杀手们 这都是受他启发的徒子徒孙 柯林斯此刻无比自豪 他要求大家闭上眼 重温他们工作时的快乐 人一旦被最纯粹的欲望驱动着 他们就无所不能 他们就是夜间之王 讲到这里 梦神出现在了柯林斯面前 梦神的心情很矛盾 某种程度来说 通过梦给人类一起发 柯林斯在这点上做得非常好 他成为了一面镜子 反映出人类不愿直面的一切 但同时 柯林斯又很失败 一个多世纪来 他除了激励人杀戮 没教会人类任何别的事情 所以还是回炉重造吧 梦神抬手施法 柯林斯可不愿就这么束手就擒 拿出小刀 一把小刀怎么可能伤到梦神 没想到还真可以 因为罗斯的影响又增强了 在罗斯附近 梦神的威力只会越来越弱 这边 罗斯忽然惊醒 刚才不小心睡着了 他拉上街的逃跑 却发现自己闯进了杀手的梦里 每个人都在进行着不同的杀戮 对这个新的闯入者普视眈眈 梦神和柯林斯也被吸引过来 他们明白 谁能说服罗斯 谁就能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于是 一左一右在罗斯耳边教他做事 谁知 罗斯大喊一声 够了 如果自己真有那么强大 那他可以选择从此再也不做梦 这次罗斯真的醒了 随着他退出梦境 梦神也恢复了法力 他给柯林斯最后一点时间忏悔 柯林斯摘下眼镜 露出眼眶中的两副牙齿 他并不后悔 因为他体验到了做人的滋味 反倒是梦神 真正有问题 却从不会反省 这话已经不是第一个人对他说了 梦神挥手 把柯林斯变成了一捧黄沙 沙子上多了个迷你小骷髅 眼眶和克林斯一样 梦神捡起来说 下次再创造你时 不会那么多瑕疵了 紧接着梦神对在场所有人施展法力 收走了他们狂妄且自大的梦 然后做出审判 让他们今后的每一刻都沉浸在屠刀下 亡者的痛苦中 很多人报警自首 也有很多人自杀了 杀手集会 原地解散 柯林斯如此有魅力的角色 当然有原型 他来自德国作家艾塔霍夫曼 在1816年写的一部短篇小说 睡魔 和尼尔盖曼的漫画不同 小说里的睡魔是一个纯粹的梦魇 据说 睡魔会偷走不愿睡觉的孩子的眼睛 并将眼睛带到月亮上去 喂给自己的孩子吃 作用更像是指而叶提 除此之外 尼尔盖曼还曾在推特上回复网友 解释柯林斯有放荡浪子的意思 而且还提到了角色的渊源 是罪恶之城 柯林斯城里的柯林斯人 柯林斯的设定 也对应了圣经里的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典故 这句话的含义是 必须给犯罪者应有的惩罚 就像梦神对连环杀手们 做出的审判一样 只有心生恐惧 直面恐惧 才能正视自己 这也对应了睡魔的内核之一 也就是前面剧情里 欲望说过的那句 梦是欲望和绝望的写照 罗斯顺利接走了杰德 梦神没有阻拦 因为醒着的时候 罗斯没有力量 莱塔居然马上就要生产了 住客们都陪他去了医院 他对罗斯说 不必要听梦神的话 明明更有力量的是他 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 晚上 罗斯挣扎着沉沉睡去 他又梦到了邻居们 但这一次 他把梦境之间的壁垒 全部打破了 把每个人的梦都拉到了一起 房东梦到自己 和变装女王同时登台 说明在上一个充满血腥的梦以后 房东已经能让他性格中 彼此矛盾的两个部分 同时存在了 湘塔还在台上 反反复复地讲着同一个句子 泽打走来引导湘塔 终于讲出了故事的下一句 两人讲的故事 是英国作家詹姆斯 于1895年出版的 《鬼故事 失落的心》 和这一集的主题呼应上了 巴比和他的海狮发现了异常 肯在他的兰博基尼里 喘着粗气 今天医院的护士 居然探出个头来 肯在漫画里的设定 就是一个陶醉于金钱 性和权力的肤浅的人 然后天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把所有人都卷了进去 一片冰天雪地 只剩下梦神和罗斯了 罗斯自己也很清楚 想救朋友们 他自己必须牺牲 这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葛伯特来了 葛伯特向罗斯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甚至向梦神申请 用自己的命换罗斯的命 但这是不可能的 罗斯不理解 漩涡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葛伯特有个猜想 是为了提醒 他们这些梦之国度的人 人类才是梦境的核心 因为人类做梦 它们才会存在 梦神知道葛伯特的善心 当然也不会 因为他的离去而惩罚他 说完 葛伯特变回了他的真身 提琴守着绿地 把冰天雪地变得生机盎然 提琴守着绿地也是一个梦 是梦境里的一个 风景优美 青山绿水的地方 提琴守着绿地 喜欢化身为人 四处旅行 他是所有旅行者 尤其是水手都向往的地方 好景不长 天上的漩涡又缓慢靠过来了 其实死亡并不可怕 就像马修 凡人之躯死后 依然可以留在梦境 罗斯的情况同样适用 所以做好了拯救朋友的心理准备 罗斯也没那么害怕 可以坦然接受自己的死亡了 就在这时 路西安现身 还把油腻地也带了过来 原来刚才 油腻地做梦时 来到梦境图书馆 找到了写着自己生平的书 才发现原来他才是这个时代的漩涡 但因为梦神被囚禁 油腻地陷入沉睡 他的命运也转移给了后人 前面剧情中多次提到 原孤这个词 是戒指的一种很古老的叫法 油腻地也曾给过罗斯一枚原孤 在漫画中 原孤也被称为漩涡 所以这枚戒指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表示漩涡的命运 从油腻地传给了罗斯 油腻地让罗斯把身份还给自己 他要来履行应尽的义务 只见罗斯从胸口掏出一枚暗红色的心 油腻地接过 意味着漩涡的身份正式转移 一阵红光闪过 现实世界里 油腻地在床上停止了呼吸 但梦境中的油腻地还活着 代表他正式成为了梦境的居民 油腻地动情地说 自己这一生并不后悔 因为他遇见了那个金色眼睛的男人 还有了罗斯这么优秀的后人 金色眼睛 梦神忽然明白过来了 油腻地遇到的男人是欲望 所以罗斯和杰德也是无尽家族的后人 他们还会见面的 莱塔的孩子终于出生了 罗斯和杰德答应要共同抚养孩子长大 第一件事就是给他起个名字 杰德提议 被人叫的名字往往意味着没有好事 要不就不给孩子起名了吧 这样他就永远不会有麻烦 其实孩子的身份很不一般 从出生开始 他的命运就和梦境纠葛在了一起 也可以说和梦神纠葛在了一起 可以提前剧透一点点 这个孩子后来被取名但以理 是下一届的梦神 但以理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也是和梦有关 著名的黑客帝国中 莫菲斯的传名叫 尼布贾尼萨二世 在旧约圣经中 但以理为新巴比伦的国王 尼布贾尼萨二世解了梦 在睡魔中 梦神用的最多的名字也是莫菲斯 所以梦神的取名设定 应该和黑客帝国一样 都参考了旧约圣经的故事 巴比和肯因为那场梦有些小争吵 房东决定卖了房子 重新回纽约发展 因为他昨天做了一个梦 暗示着房东即将在百老汇 闯出一片新天地 而湘塔和泽达买下了房东的房子 电视剧的时间线只拍到了这里 在漫画中 这帮住客在漩涡事件几年后 还有故事 湘塔在一次换肾手术中 感染了艾滋 把病毒传给了泽达 这对CP因病去世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房东内心很痛苦 嘴上却在嘲笑湘塔和泽达 房东是个矛盾的人 从他的梦就能看出来 他温暖幽默有爱心的一面 一直在和表演 泼达皇后的另一面做斗争 而且自从他从百老汇 昏出名堂以后 他泼妇的那面 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面对朋友的死 房东又痛苦又嘲讽 非常可悲 而梦神直接杀到了欲望面前 欲望大方承认了自己的小动作 但他的一切动机 都是为了惹梦神生气 更严重一点 我们可以说他有想要害死梦神的心 无尽家族的规矩中 其中一条就是 不能伤害家人 如果让家人流一滴血 无尽也会受到惩罚 甚至是被剥夺生命 很明显 欲望的法力是不如梦神的 所以只能在背后搞小动作 梦神正式警告他 无尽是生者的仆人 不是他们的主人 如果欲望再搞事情 下次就不会那么好运了 危机终于结束了 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梦神开始创造新的美梦和梦魇 这时 路西安带来了人间的新消息 罗斯写了本新书 名叫《进入梦境》 里面影射了梦神 只能说观点非常独特 房东搬到了纽约 和罗斯的朋友卡尔谈起了恋爱 准备大展通图 梦神创造了一个新的美梦 一看居然是高特 最后 梦神还是转变了想法 把他从无尽天暗中召唤了回来 还赋予了他新的职能 只见 高特多了双翅膀 外形变得非常梦幻 这是梦神的改变 他开始听得尽劝了 梦神又假装不在意地问 自己忙着造梦时 能不能麻烦路西安 主持一下梦境的大局 而此时 第二季的危机已经在酝酿中了 在地狱里 路西法觉得一切都已经生无可恋 恶魔阿兹所现身 请求路西法下令 集结地狱大军进攻梦境 然后再将地狱的版图扩大到人间 最后直至上帝所在的银城 路西法想了想 决定听从将军建议 这么做一定能让上帝生气 还能让梦神跪在他脚下 其实能看出 路西法不太愿意打仗 但此时 地狱的势力格局已经发生改变 那战后 路西法不得不和别西普 阿兹所组成地狱三巨头 共同治理 所以大事上 他一个人还未必说得算 浅巨头一下 根据漫画的时间线 之后会有梦神新生愧疚 杀进地狱 救纳达的故事 纳达并不是梦神唯一的前女友 她有许多许多的前任 包括我们在前面介绍 巴比和梦境岛屿时 提到的阿利亚诺拉 阿利亚诺拉的故事发生在梦神叙曲中 亿万年前 梦神被两位古神入侵 梦神被他们囚禁在城堡内 只能向兄弟姐妹们求助 但只有欲望回应了 并创造了阿利亚诺拉去帮助梦神 梦神和阿利亚诺拉一起击败了两个古神 获胜之后 梦神用古神的脊椎和头骨 做成头盔 用骨头雕刻王国之门 这里和电视剧设置的一个小彩蛋对上了 王国之门上 刻着梦神和阿利亚诺拉的脸 仿佛在讲述亿万年前的故事 在梦神对阿利亚诺拉的爱消失以后 他同意阿利亚诺拉离开梦境 但阿利亚诺拉在这里度过太多时间 一旦醒来 很可能会毁灭 于是梦神用波蓬钉 为阿利亚诺拉打造了一座岛屿 阿利亚诺拉可以让想象的生物来岛上居住 如果阿利亚诺拉想离开 必须打破维持岛屿的波蓬钉 梦神有很多断略恋 由于各种原因 这些感情都以失败告终 而且在每一段关系中 可望和信息引力 都属于欲望的领域 梦神为这些情绪着迷 所以在时间之初 梦神最喜欢的兄弟也是欲望 但因为数段感情无疾而终 梦神责怪起欲望来 两人的敌意在数千年中不断增加 第十一集是家庚集 分为两个故事 第一个叫千猫之梦 话说有只家养小猫咪 很受主人疼爱 但人类可能想不到 猫也有夜生活 关灯后 有只成年蓝猫出现在窗口 把小猫接走了 今晚他们要去参加一个特别活动 是一只很特别的猫要发表演讲 十里八乡的猫都要来 他们聚集在一片坟场 排排坐好后 今晚的主角 一只优雅的仙罗猫 站在了圣母头上 月光成了它的背景 看起来神圣无比 曾经 仙罗女神也是一只家养猫 主人万般讨好 只求它偶尔的感情回报 但有一天 它看到了窗外的一只雄性野猫 强壮又敏捷 长期在野外生存 把公猫的爪子和牙齿磨得像寒风般锋利 女神和它在一起了 虽然之后再也没见过它 但女神忘不了 不久后 女神生下了一窝小猫 和爸爸一样虎头虎脑的 身上都是斑点花纹 主人却说 女神是血统高贵的名品猫 而公猫只是田园野猫 它们的仔根本不值钱 于是趁着夜晚 主人把小仔扔进了深深的湖底 口袋吸得很死 它们连逃生的机会都没得到 主人以为女神不会在意 但女神清晰感受到了 孩子们在恐惧中的每一生呼唤 自那以后 女神彻底看清了 只要和人类生活在一起 它就是不自由的 于是 她开始向猫王祈祷 终于有一天 她梦到了 女神发现 自己只身于矮矮白骨堆 一直哭了乌鸦问她 为什么要到梦境的腹地来 女神不卑不亢地回答 为了寻求正义 启示和智慧 梦境里 正义和智慧都没有立足之地 但启示 乌鸦说 正是梦神掌管的领域 只是想得到启示 她必须内心强大 无所畏惧才行 按照乌鸦指示 女神一路跋涉 路途很艰辛 但她最终 还是来到了一个洞口 洞口有三个守卫 龙 飞马 施旧 每一个都是只存在 传说中的凶兽 女神在他们面前非常渺小 但还是骄傲地发出了吼声 女神证明了自己是强者 所以得到了进入洞口的许可 洞穴里 她见到了猫王 身形巨大 眼睛散发着光芒 女神问出了自己的不解 为什么人类可以夺走她的孩子 为什么 猫必须过这样的生活 猫王跳下来 让女神直视自己的眼睛 从猫王的眼睛里 她看到了那遥远的过去 曾经 猫才是世界的统治者 体型很大很大 人类只是寄生在猫身下的附庸 书毛 提供食物 一切都是为他们服务 等到月圆之夜 猫还会以猎杀人类为乐 那是真正的游戏 只是为了让猫快乐 终于有一天人类中站出来一个人 他自称受到了梦的启发 告诉同类 世界是由梦创造的 只要他们一起梦想 就能创造一个 人类不被猎杀和捕食的世界 完全由人类统治的世界 这番演讲传开了 直到某个晚上 有一千个人做了同一个梦 这足够让世界发生了改变 人类变得高大 而猫变小了 成为了今天世界的样子 猫的力量太强大 以至于彻底改变了世界 从万物之初到时间尽头 所以现在的历史版本里 由猫统治的世界从来不存在 猫王最后问女神 知道自己要承担什么责任了吗 女神在炉火边醒了过来 决定出走 传播改变世界的方法 所以现在他四处行走步道 号召所有猫赶于梦想 相信只要达到一千只 就能创造出一个 猫不会在寒冷中死去的世界 而猫变成了世界的统治者 讲完后 猫群散开了 小猫咪喊住女神说 我相信你的理念 女神回答 相信就有希望 回家的路上 蓝猫告诉小猫 今晚的娱乐活动挺好玩的 但他不信 因为 同时说服一千只猫咪 是不可能的事 不管是先知 上帝 还是国王都办不到 当天晚上 小猫咪做了个梦 像是在玩耍 人类觉得很可爱 千猫之梦的画风和往期都不一样 但其实都在讲同一个核心 现实是人类的梦想 期望和信仰 最字面意义上的塑造 翻译翻译 就是人类的梦想 期望和信仰 有塑造现实的能力 无尽家族的大哥是命运 他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因为命运早已注定 过去的 现在的 将来的 全都写在那本命运之书里 但在1915年 一艘梦之船出现在了命运的领域 这让命运感到非常惊讶 他的花园里出现了想象的东西 那是命运之书 没有记载的事情 也是《千猫之梦》想表达的 梦可以改写命运 改变现实 《千猫之梦》那一期漫画 也是粉丝投标中 最受欢迎的一集 第二个故事叫 《卡丽奥佩》 这是《谬斯女神》的名字 时间来到2018年 故事的主角 叫理查德·莫多克 是名畅销书作家 他目前在大学 教写作课程 学生们都很崇拜他 但谁也不知道 他已经有整整一年时间 一个字都没写出来了 他必须得想办法解决灵感枯竭这个问题 因为全世界都在催他交稿 为此 他甚至愿意找一些很邪门的方法 这天 他让医学院的粉丝帮忙 给他搞来件奇怪的东西 毛粪食 这其实是快缠满头发的未结实 很恶心 但非常罕见 只能从患了长发公主病 也就是 喜欢吃自己头发的年轻女性的胃力取出 病的学名叫 拉庞翠儿综合症 和格林童话中的长发公主同名 理查德费尽心思搞到这块毛粪食 是为了送给一位古怪的同行 作家 伊拉兹姆斯 名字太长 我们就叫他 伊姆 因为伊姆认为 毛粪食能治百病 解千毒 传说 爱德华四世 身中剧毒 就是靠毛粪食救活的 作为回礼 伊姆把传说 九位缪斯女神中 最小的那位女神 卡利奥佩 送给了理查德 这是她在27岁时的奇遇 那次 她爬上了赫里孔山 也就是希腊神话中 阿波罗和文艺女神 缪斯的家 伊姆偶遇了卡利奥佩 当时她在泉水中沐浴 把随身携带的卷轴 放在了岸边 卷轴上 记载了缪斯的故事 以及控制方法 伊姆按照指示 一手拿着魔草 一手拿着卷轴 成功问到了卡利奥佩的名字 然后烧掉了卷轴 就这样 她成为了卡利奥佩的主人 伊姆把女神带回英国 囚禁在了暗无天日的阁楼里 成为了她的玩具和奴隶 也给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让她成为了知名作家 既然这么好 伊姆为什么要把女神送人 原来灵感并不是写出畅销书的一切 伊姆年纪大了 无论是想法和写法 甚至知识储备都已经被时代抛弃 再怎么灵感迸发 我没用了 卡利奥佩听说自己被送了人 一脸不可置信 因为伊姆曾答应会放了她 但伊姆却说 永远不要相信一个作家 有了法术绑定 卡利奥佩不可以逃跑 除非理查德主动释放 临走前伊姆教她 人们都说要向谬斯祈求才能得到灵感 但她自己的经验是暴力最有效 谬斯活了几千年 就是为了给他们这样的人激发灵感运的 所以不用客气 她还让理查德帮忙 如果有可能 拜托出版社重印自己那本蜡烛点燃石 那是她最得意的作品 理查德战战兢兢的 把卡利奥佩带回了家 她自然不会像伊姆一样 把女神囚禁在肮脏的阁楼里 她给女神提供了一个温馨的房间 但还是锁上了房门 卡利奥佩以为理查德尚存一丝良知 劝她把自己放了 理查德也说要放 但在那之前 能不能先帮自己写完一本书呢 一本就好 卡利奥佩果断拒绝 女神是不接受讨价还假的 理查德脸色一冷 用力关上了门 其实理查德的处境非常糟糕 早就收了出版社续集的钱 却只能看着空白文档 整页整页的发呆 任何刺激都没用了 第二天 理查德换了种策略 给卡利奥佩送上礼物和鲜花 但这些花里胡哨 对真正的女神是无效的 理查德真的跪下来求求了 卡利奥佩教给她一个方法 释放自己 然后虔诚的祈求 这是得到谬斯女神垂青的正规方式 但理查德不接受 她没闲心 也根本能不及 所以脸当场又臭了下来 晚上 经纪人打电话催稿 说如果再不给出版社点东西 自己也要抛弃理查德了 这等于彻底把理查德递进绝路 她突然想起 伊姆说的话 密斯女神存在的意义 就是给他们这些作家提供灵感的 所以可以尽情施暴 于是理查德狠下了心 对卡利奥佩用了墙 镜头一转 我们看到理查德正砰砰打字 她的上衣开了 脸上还有道抓痕 从她发痕的表情看 似乎一晚上 她就能把整本小说写完 但此时在房间 被羞辱过后的卡利奥佩 正跪在地上 向自己的母亲 也就是三女神祈求帮助 三女神陷了身 却表示 她们也不能为力 因为绑定卡利奥佩的法术 是合理合法的 她们不能轻易打破 而现在这个时代 旧神们已经很少干涉人间事物了 哪怕他们想 也没这样的能力 这和美国众神的设定 还有点像 唯一能帮上忙的 只有无尽家族成员 但她们现在也深陷麻烦中 尤其是最有可能来帮忙的梦神 因为她和卡利奥佩以前是夫妻 是尔斐斯的亲生父母 只是梦神现在也被凡人囚禁了 谁都来不了 说完 三女神就消失了 两年过去 理查德已经成为了当红作家 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克 名气比JK罗林还旺 李克食言了 利用卡利奥佩给的灵感 写了很多很多书 最新的这本拿了大奖 改编成了电影 甚至还能自己做导演 这段多少感觉 尼尔盖曼在揶于自己 李克收获了很多夸赞 当然也有很多谩骂和妒忌 有人夸他的书 充满了对女性的关怀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能写出女性真实感受 是因为他在家里 真的囚禁了一个女人 又过了两年 所有怀疑的声音都消失了 因为李克已经成了 现今作家界 当之无愧的神 他的小说被不断翻拍 大奖名誉拿不断 他最近还想把家搬到洛杉矶 为了能拍电影更方便点 可卡利奥佩一点都不开心 只问李克 为什么还不放了自己 李克用愤怒掩盖心虚 骂道 难道不能为他俩 现在的成功 感到一丝丝高兴吗 这时 李克接了个电话 说新的电影 演员和工作人员 必须有一半是女性 和有色人种 这年头 没有政治正确 很难干活 而卡利奥佩 趁机看了眼报纸 有这样一则新闻 睡美人苏醒了 卡利奥佩瞬间意识到 这是梦神重回人间的信号 他马上到楼下 写了张纸条 向梦神求助 可仪式还没完成 就被李克发现了 卡利奥佩也没瞒着 直说了自己的目的 李克很明显怕了 他撕掉纸条 嘴硬说 自己合法拥有卡利奥佩 谁来都没用 然而 纸条烧成了一缕黑烟 还是把消息传了出去 李克得知了 英姆自杀的消息 而他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 是写信给出版社 让他们重印自己的书 那本蜡烛点燃时 玩景如此凄凉 这是李克没想到的 他很怕 自己的结局也会这样 但事实证明 他的结局只会更惨 梦神接受了召唤 出现在了卡利奥佩面前 曾经的爱人受苦 梦神很心疼 发誓要报仇 第二天 李克回到家 发现梦神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他不认识梦神 威胁要报警 梦神只让他释放楼上的女人 李克再想辩解 李克瞬间像假的一般 梦神的惩罚是 既然李克想要灵感 可以满足 并且还要给他很多很多 李克从沙发上惊醒 以为是卡利奥佩 对自己的梦做了手脚 而卡利奥佩只说 那人是自己的前夫 是他们孩子的父亲 李克倒变得惊讶起来 因为他从不知道 卡利奥佩还有个儿子 卡利奥佩冷哼 那是因为 你对我从来一无所知 现在才来关心 太晚了 这里卡利奥佩 把梦神称为塑行者 其实也有缘缘 梦神的形象是不固定的 千人千面 取决于谁在看他 前面剧情就有出现过 纳达称梦神为凯库 他的形象 也变成了年轻K人男子 而在漫画中 火星猎人认为 梦神是一个漂浮 且燃烧着的火星人头骨 在以古代日本 为背景的猎梦人中 梦神在佛教僧侣眼中 是日本人 在狐狸眼中 就是狐狸 在动画 《千猫之梦》里 仙龙猫看梦神 就是一只巨大的免宁猫 李克在讲厅 念完了自己新书的结尾 掌声雷动 观众提问 他的作品跨越了体材 不同世界 和不同类型的人 是什么让他有那么多的灵感 李克哼笑出声 说灵感遍地都是 他现在马上就能编出 一本小说的设定来 比如 外面是大屠杀 但场内观众是安全的 只要他们不停阅读的话 然后 灵感像是杀不住车般 喷涌而出 设定一个又一个冒出来 李克意识到不对 但他控制不住自己 这时 他才看到角落的梦神 李克冲出演讲厅 等两个学生发现他时 他的手已经血流不止 完全废了 因为他找不到纸笔 只能用手把灵感写在墙上 学生之一 刚好就是一开始 帮李克找毛粪时的粉丝 他让女孩去自己家 告诉楼上的女人 她被释放了 只有这样才能救自己 女孩去了 没看到女人 却在地上发现了一本书 蜡烛点燃时 上面有一句简短的介绍 他是他的谬斯 也是他淫欲的奴隶 卡利奥佩终于自由了 自由后他第一件想做的 就是确保 以后不会再有人 遭遇他遭遇的事 他要修改 囚禁自己的法律 梦神赞同 表示也会回梦境里做推广 卡利奥佩感叹 梦神真的变了 以前的他 肯定会留自己 在原地腐烂 眼睛都不眨一下 但梦神现在 心里已经没有了怨恨 被囚禁的这百年来 他也学到了很多 梦神问卡利奥佩 怎么处理理克 卡利奥佩说 什么也不做 因为他只是一个普世男 一介烦人 再怎么惩罚 都无法从他手里 夺回自己失去的东西 只有原谅 才能彻底解除痛苦 理克被送进了医院 疼痛消失了 但随着一起消失的 还有他的灵感和记忆 现在他什么都想不起来 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卡利奥佩问梦神 什么时候他们可以聚聚 一起为儿子默哀 这其实是暗示 两人可以重新开始 但梦神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他并不生气 只说总有一天吧 会有那一天的 两人到了别 卡利奥佩走出这栋监狱 赤脚走进了黑夜里 心情很好 以上就是睡魔第一季全部内容 看起来 第11集和前面很不搭 其实 它才是直接翻拍自漫画内容 没做太多改编 而原漫画的感觉 就是用短小 精炼 深刻的独立故事拼凑而成 漫画主线反而被切得稀碎 在类似单元剧的故事里 梦神只是背景板 主角是里面一个个普通人 这是特点 不是缺点 而第7到第10集被吐槽不好看 我觉得很大原因 就是只讲了一条主线 没有了寓意深刻的小故事 反而失去了原著的神韵 全局看完 其实核心主线只有一条 就是梦神的转变 你一定听过英雄之旅 讲的是普通人成为英雄的故事 是叙事学和神话学的通用公式 而梦神可以看作是英雄之旅的反面 是它从一个神 一种象征 一个符号 渐渐变得像普通人一样 有血有肉 被平凡的感情所困扰 前茅之梦 其实讲的就是梦神的性格 人类可以用梦的力量来改变现实 但猫天生高冷 独立 善变 这些本性 让猫很难做出改变 这和梦神性格一样 它天生无法接受变化 但梦的本质又是不断变化的 这是个讽刺的矛盾 强如梦神 也只能挣扎着去适应 睡魔给我们带来了一段奇幻之旅 而剧集只拍了原著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第二季已经早早预定 虽然没有确切时期 但枉飞速度大家也懂得 相信不用等太久 那我们回归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